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礼拜三 四天的廉价很快就过了 大家玩得很开心 因为到处都是人 可是假期前台北股市还好好的 假期后马上猪阳变色 今天一开盘就跌244点 有怕对吗 一开盘就跌那么多 什么原因 跟疫情有关系 跟美国股市下跌也有关系 我来讲给大家听 这两天国内疫情升温 一天都200多例 200多例多不多 200多例以我们之前的数字 都是个位数或一二十例来看 确实还蛮恐怖的 对不对 可是你跟国际比较起来 小屋见大屋啊 重点是你政策 到底是要共存还是要清零 这很重要啊 你要让老百姓有一个依循的方向 你看今天防疫概念股 大盘跌防疫概念股 整个都起来了 你要共存也可以啊 现在确诊里面重症的 只有零点几% 零点几%而已啊 对不对 高达99.5%都是无症状 甚至于轻症的 那你如果说你要封锁也无所谓 两年多下来我们封锁了几次啊 大家也都习惯了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封锁不封锁 要共存 然后又不敢讲 那这样反而 会让人觉得很乱 你看大陆 上证是全市都封锁 可是股市呢 还是没落的啊 你看今天上证指数 上海A股今天还是涨啊 对不对 上海A股今天还是涨啊 大陆他们政策就是封锁 一有疫情就全部封锁 停工 那也是个方式嘛 也不是说不可以 目前全球 在全面封锁的 还是只有中国大陆而已 可是人家股市 还是没事啊 也是没事啊 那欧美国家 甚至于南韩日本新加坡 你知道南韩一天确诊多少人你知道吗 26万人 可是他们还是全部开放 甚至于晚上喝酒 都不限制人数 很多年轻人 晚上都跑去喝酒 全面开放了 都跑去喝酒 也没事情啊 对 所以政策 你要一致性 这个很重要啊 那台湾一天200多例 感觉很多 大家不习惯 可是你看演唱会也是人满为患啊 四天假期到处都是人 那其实我们老百姓 对于疫情 大家疫苗都打了嘛 两剂三剂都打了啊 那其实大家对于疫情的部分 没有那么的在意啊 那没有那么的在意 你看今天 学校总共99所学校 已经停班 已经停课了 那地方抓得更紧啊 这会让大家 有一种 到底你是要共存 还是要封锁 没有个标准 这反而容易乱啊 你说你要全部开放 也没事啊 你看德国 对不对 战争没落幕 第一根红棒错 我就跟大家讲 后面还去 你知道德国 已经涨了20%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还没结束 这个对股市 已经一点影响都没有 欧洲 他们已经跟疫情共存了 股市也是没事啊 对不对 你要封锁也可以 封锁的也没事 要共存的也没事 那你要封锁不封锁 要共存不共存 那反而 大家会担心嘛 是不是 昨天美国股市下跌 所以很多人看到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下跌 又担心起来了 你看道琼昨天跌280点 280点 你知道三天下来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三天加起来 道琼才跌0.02% 你看道琼当时在升息前 我在跟大家讲过 升息前震荡 升息后就开始涨 果然升息前震荡 升息后大涨 道琼涨了3100点 涨了9.6% 你看这是最新的 道琼有跌很多吗 也没有嘛 那你把自己下成那个样子 有什么用 所以跟大家讲台北股市 没有外部的问题 都是内部自己没信心 大家没信心 把自己给吓死掉 你看三天下来 道琼也是没事啊 对不对 纳斯达克 昨天感觉跌的比较多 2.2% 三天下来 才跌0.02%而已 这是纳斯达克 涨了16.6% 我们才涨多少 我们才涨5%而已啊 涨得不到人家三分之一 反而跌起来大家吓死掉了 所以完全都是信心的问题 纳斯达克有跌很多吗 也没有嘛 也没有嘛 对不对 你看香港 这次香港 涨了22% 我们才5.5%而已 你看香港有跌很多吗 香港有跌很多吗 也没有嘛 所以问题都在信心的问题 你如果自己没信心 那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把你吓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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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非诚报道题跌比较多一点 可是非诚报道题 是涨了20%啊 三天下来跌了4% 虽然昨天礼拜二跌了4.5% 三天下来跌了4.5% 三天下来跌4% 进行一波 起20%啊 涨了20%啊 涨多回档 都是正常的嘛 对不对 都会进行啦 所以信心还是很重要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开低244点 一开低下来 就开始上去了 可见的低档买盘是很强的啊 今天成交量2625亿 下跌怕什么 下跌怕出量 下跌如果量一出来 那代表卖鸭请潮而出 那担要弄就弄不住 你看最近连续几次 上礼拜五开低227点 量缩 是不是开低就走高 港部的都有急坦 前一次3月28号 上礼拜营 开盘跌308点 量缩 港部的都有急坦 赶买都有钱赚 每次只要大跌 你看最近 3月28号大跌 开低走高 礼拜五的开低 大跌又是开低走高 包含今天 开低244点 又是开低走高 所以第一档买盘是很强的 你看连续三根 下引线都很长 第一档买盘是很强的 现在是外资在作怪 外资今天又卖了269亿 所以很多人看到外资卖 卖269亿 都会怀怒 外资不见得具主导性 它对个股或许会有影响 你看3月份 外资卖了2700亿 结果3月份呢 加权指数还涨41点 去年外资卖了4000多亿 去年台北股市大涨 由始以来涨幅最大的一年 前年外资也是卖了3000亿 前年台北股市也是大涨 外资买卖超有它的用意 你看 外资虽然卖了269亿 你知道外资台子旗净空单 原本3万多口 已经补到剩下5588口 外资如果看得那么空 台子旗数应不是更大 对不对 外资如果看得那么空 它应该怎么样 它应该加码放空台子旗嘛 放得越多越好嘛 是不是这样 那怎么会是台子旗的空单 3万多口空单 已经补到剩下5500口 一面打压台股 一面赶快把空单补掉 然后一面又降台股的平等 降很多股票的平等 它用意在哪里 会不会是故意打下来 把你吓死 然后自己从下面下去买 我看那个巨星 可能蛮高的喔 才会一边卖股票 一边在补空单 现在空单3万多口 已经快补完了 已经要补完了 我上一半就给大家看过嘛 对不对 台北股市短线会震荡 扭起来又打下来 黏线 有没有 跟我画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扭起来又打下来 黏线铺在下面 接下来缺口如果补不掉的话 缺口如果补不掉的话 后面桌头会再说 还会再说 所以雨晴你那么关心指数 还不如 那你就不要看指数嘛 你要针对个股就好啦 是不是 你看今天新复发 配息一发不出来 配4.16现金 股票1.04元 加起来5.2元 今年贪6.4元 新复发这家公司我很熟啊 它每年的配息都很高 几乎都把赚的80 90% 全部都发给股东 很大方啊 去年赚6.45 股价45.7 本来比较不高 只有7倍多 然后又配那么多 殖利率10.6% 所以一发布马上就大涨了 那跟大盘跌有关系吗 所以跟大家讲 你就锁定年报 跟高配息有关的股票 跟指数没有关系啊 跟基数没关系啊 那今天开始又要发布 三月营收 我今天下午看了很多 三月营收发布出来的公司 已经很多家创历史新高了 上星期有说嘛 我估计三月份 至少120家以上 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压低下来 如果股价高占 就不能买对不对 利多早就已经反映了 那股价如果已经很深 本来比很低 然后后面营收又会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压低下来就没意义啊 你应该趁他下来的时候 赶快下去承接嘛 对不对 你看中石化 这两天市场都在抢中石化 成交量51万张啊 今天上市会 成交张数第一名中石化 但当中占很大的比重 那中石化为什么会涨 赚的虽然不多 每股净值21.2元 还没了钱的公司啊 还有赚钱的公司 股价只有净值的 将近一半而已 所以中国票没什么会判 只要买盘一进来 他就扣了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讲 你要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起管的不要去堆 尤其赚大钱的 尤其赚大钱的 高获利高成长 本益比很低底部的股票 你不要去堆盘 找这样股票买 你就放心了嘛 对不对 你就安安心心了嘛 你如果自己还是会怕 来找林何彦 来来吹我 我不会带你追高 我也不会去买投机股 专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低本益比的个股 带你逢低做布局的动作 带你做减便宜货的动作 今天成交量2625亿 电子股55% 行运股11% 当然是不够 金融股今天8.1% 钢铁股2.1% 钢铁股也不够 今天金融股 又起了护盘的作用 尤其是在官股的部分 所以我上海代跟大家讲过 外资一直在卖台股 可是政府的立场是要做多的 那因为电子股 政府的股票跟外资 没有办法比较嘛 所以外资卖政府买电子股 挡不住 所以从金融股下去拉台 你看官股的部分 对 华南金控 彰化银行 台契银 高雄银 2892 第一金控 兆丰金控 我不是叫你去买这个啦 坦白说 这些官股已经拉很高了 有的北比都二十几倍 比电子股还高 我说告诉你要从官股身上 看到政府做多的企图心 这点很重要 到时候电子股只要一起来 这些银行股你就要小心 这个北比都已经二十几倍了 另外44块去啦 所以你要从金融股身上 看到政府做多的企图啊 今天TR2.1% 量不够 可是相对抗跌 你看大成钢涨0.3元 上礼拜我大盘也是跌 大成钢涨0.5元 你看美国的钢铁股 都已经涨一倍了 不管是美国铝业或美国钢铁 都起一倍了 大成钢我今年已经开始讲了 涨了一波快30%的 我们3月1号3月2号55块钱 可以卖出做差价 然后掉下来 我跟大家讲会落第二次底 3月营收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下来了 现在连续几天在48跟49这里打底 到时候3月营收发布创新高之后 水中股票你都不够买台 随时都会叮当 不锈钢的族群 3月营收我估计会有很多家 创历史新高 最近在发布营收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行股占11% 11%不够多 今天长龙跌5块 扬明跌3块 万海跌4块 那上礼拜五 分别涨3.5 2块钱 1块半 所以上礼拜五涨的 今天跌掉 那坦白说 你看长龙 最近已经开始手稳了 有没有 扬明 最近也开始手稳了 你看今天行情里面 长龙从头到尾才几块钱而已 最高135.5 最低133 7万张的成交量 行情只有多少 只有2块钱 2块钱在里面盘 扬明也是 今天最高124.5 最低123 1块半的行情 所以低档买盘很强啊 我假期前跟大家讲过 21天的修正 时间已经结束了 时间已经结束了 所以随时会有再转强的机会 要注意 我们都对底部开始讲啊 对不对 扬明 长龙我都是底部开始讲的啊 讲完之后就大涨一波 对不对 前面这一波 也可以最低点的时候 也可以低档的时候 开始讲的 两波加起来 都超级一波了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长龙你就是大赢家 不要去队关 不要去队关 队关你又破不住了嘛 对不对 阳明前一波也是啊 87块钱买的 你看两个波段上来 都有跨一倍啊 都有跨一倍啊 长龙阳明 本一比都很低 在罪魂经历完啊 随时都有再攻击的机会 要特别注意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长期你就是大赢家 台积电 外资跟你喊一千 我都跟你讲没去啦 那现在掉下来 外资拼命卖 550我说可以买 你看弹上来 600 我上海没跟大家讲过啦 会在这里洗 575到600这里洗 你看我说的那是什么 是什么打来的575 这两天台积电会考验 跳空缺口会不会回补 如果跳空缺口没有回补 后边还有行情的哦 后边还有行情的哦 要注意 联电 过年前有跟大家讲过 张数无法解套 会落下来要闪开 就大跌之后 50.5告诉你可以买 不然之后担起来 那这两天外资 再打压联电又打下来 这两天发布三月营收 要注意 三月营收很有可能 再创历史新高 再创历史新高 就连续第六个月 连续第六个月 我想无人能比 所以联电这两天的营收 要特别注意 联发科 我们古年八百市开始走 做到1100我卖掉 你看我卖掉之后 外资还在调高 1月25 调高联发科目标价 美系外资1320 1320刚有来 有来吗 在一月份高档 11001200的时候 跟你调高目标价 那现在跌那么深呢 反而美系外资 在降联发科的平等 就是这样啊 管带你画得更高 假带你走走走 但联发科我这次没有买 今天联发科开低走高 注意这两天的翻转 你就算没有买 就算不操作 你要看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是 整个IC设计的大龙头 如果联发科 这里能够反转行程 那么整个IC设计股 就会被它给带上来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队管 跟上你的脚步 进段报告 收拾马上回来 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头固 滑信头固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头固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在现场 今天开始三月营收 陆续发布出来 我估计至少120家以上 三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涨高的你就不要去追了 找那种赚大钱 本一笔很低 股价还在底部 三月营收还会创新高的 找这个机会快落下 那比方一听外资 那胡说八道 都是这样 联发科在一月高的时候 大家划这么高 怎么会来 没来 现在跌到900块钱了 反而它在降平等 就是这样啊 管大家划很高 让你吃不到 让你去对管 然后跌升之后 跟你降平等 让你去杀低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你才不会被外资牵着鼻子走 你看国具在400的时候 外资也在降平等啊 那我告诉你可以买 等到涨上来500块钱呢 跟你喊六百 一月四号 我听到外资 调高国具平等 走要死哦 快买 赶快卖 这样底部买逢高卖 有丢啊 你看到现在 外资讲600有来吗 下到这样 我带你进我会带你出啦 我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你跟我一起做 你看联勇外资降平等 我就下去买 买完之后大涨一波 535卖掉 然后外资也调高平等啊 卖掉之后现在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外资又降平等了 你要海市哦 你要母市哦 我上海表给大家看过 跌到这里来要注意了 时间周期已经到了 你看这条 原本压力线突破变成支撑线 这种线是很强的 指标也在低档区 联勇三月营收应该也会不错 去年获利这么好 本产比都这么低 殖利率都这么高 细创也是 本产比只有四倍而已 还有很多 我没有时间一档一档讲 很多这样的股票 很多这样的股票 你敢低接 营收数据一发不出来创新高 你就准备等着赚钱 跟上您的脚步 做好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